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好剧不怕热度上不去,高口碑中是会畏惧的质量说话的 这个道理用在莲花楼身上是格外贴切的 作为用心制作的江湖悬疑探案剧 它开播之初被低分刷屏,较为冷门的题材并不被看好 这战内一万目标也是迟迟未能打破 就在唱刷的声音觉得一部武侠剧 终究是打不赢言情剧时 它已开分八分的闪亮成绩惊艳众人 在剧都完结好几日的前提下 仍能稳稳占据平台一位 这才是真正强有力的后劲 剧播的好,综艺方面自然也是想邀约的 在热播期,莲花楼剧组只选择了一家真人秀 即是芒果的星期六 四人组在舞台上表现得各有亮点 诚意尤为突出 被针对的他,让我不禁想起曾经跑难中的赵露丝 诚意憨憨属性藏不住 玩游戏被敌方下意识低估 想要反击菜鸟样子惹人爱 熟悉诚意的朋友都知道 他是演艺圈难得的老干部标签保持者 其他人影响老实人或多或少会翻车 而他自大火之后便几乎没有负面消息 他除了拍戏就是休息 基本不给多余的曝光 没有在剧宣期上节目 上的还是法医职场类 主打一个正能量 上次微剧宣传 还是在一年之前的底线上 许久没有接触综艺场上的新游戏了 诚意完全是被安排上了 之前玩的项目一个都没有 转而是全新的设计 这才第一个环节 他便被针对的死死的 考验重音反应力 在别人都清楚游戏规则的情况下 他还只发出一个字来 在被重新科普之后 第二轮开始 他面的丁程兴的进攻 紧张的都说不清晰音节来 眼见他连续失利 嘴损的杨迪表示就点他了 还是何炯温暖 让两位队长先歇战 避免丁程兴对在诚意头上 猛猛得分 不管这停战协议维持不了多久 之后丁程兴对在指人时 下意识地指向他这个黑洞选手 别人把自己看低了 诚意也不是没想住要反击的 可他越努力越心酸 三二一游戏中 手都颤抖起来 让对面的杨迪笑得很无奈 全程呆萌样子 才理解完一个环节怎么玩 下一个陌生的游戏就开始了 可怜鬼成衣被玩弄 跟去年的赵露丝简直一模一样 赵露丝成游戏垫底王 在场嘉宾均调侃于他 最终环节少不了镜头 在网速比拼上 赵露丝还算得上是冲浪达人 但这不代表他竞技就玩得好 导演组设计的纸压版穿鞋游戏 又实实在在将他的短板暴露出来 他本就是娇小个子 纵然身材比例优越 跟柔韧性好 且身高较高的一人比赛起来 这踩中鞋子的概率也是小的 踩都踩不中 何弹穿上呢 好几轮下来 有人赚分赚得捧满钵满的 有人一次都没成功过 而赵露丝自然是后者 本来他失败了 坐在观众席好好看就是了 可偏偏他的势力很是可爱 大家都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成功 于是呼让就本该下场的他再次登场 卑鄙周深等人还特意把鞋子的位置挪一挪 方便赵露丝踩上去 因为玩得不好 而被迫加班 被单独拎出来的赵露丝 就宛若诚意一样 受到来自常驻成员们的无限宠爱 在最终查出黄金猎人的环节 由于线索的指向性太明显了 以至于赵露丝明明是好人 却几乎被全场怀疑 虽然带入赵露丝的心境是不好受的 但他的曝光时长是有保障的 傻孩子有糖吃 对于观众而言 看一个笨笨呆呆的艺人做游戏 是别有一番趣味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